小龙万尼 请你 博士的宝藏 本期的寻宝者就播放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哇 真是太刺激了 我们也去寻宝吧 但是学校里怎么会有宝藏呢 爷爷的书房里有很多旧书 不知道会不会有关于寻宝的记者 记载吗 对呀 电影里面的藏宝图 都是在旧书里找到的 说不定艾尔博士的书里 真的会有哦 玩的玩的 金多多 你这是要干什么 当然是去寻宝了 这是我的宝藏雷达 只要轻轻一按 现在本少爷要去寻宝了 你们继续在学校里玩过家家吧 这就是爷爷的书房了 这么多书 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宝藏宝藏我来喽 累死我了 哪哪有仓宝图啊 好漂亮的盒子 好漂亮的盒子 上面还有宝石 怎么打不开啊 让我看看 你们好 我是艾尔博士留下的智能程序 欢迎你 莫莉 你认识我 没错 只有你才能启动程序 哇哦 哦 那么盒子里究竟装置什么呢 盒子内 封存着埃尔博士留给莫莉的宝藏 原来这边有宝藏啊 这边有宝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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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们必须完成三道试题 才能打开这个盒子 试题 别说三个 三十个也没问题 嗯 现在就开始了 哇 好神奇啊 第一道题 将这些星球 按照太阳系的正确顺序排好 这道题太简单了 我来说 你们来放 第一颗是太阳 第二颗是水星 第三颗是金星 第四颗是地球 第五颗是火星 第六颗是木星 第七颗是土星 第八颗是天王星 第九颗是海王星 哇 哇 嘿嘿 等我成为冒险家 去宇宙探险时 看到的 会比现在更加壮观 知识 是开启一切的金钥匙 你们通过了第一道试题 看来真是没有辜负 博士的期望 下一题 开始 嘿 信号显示就在这里 嘿 我的宝藏 这就是第二道试题 只要你们全部通过这座吊桥 才能拿到第三道试 哦 这也太高了吧 万迪万迪 别害怕 你看万迪 豆宝 没关系的 只要不往下看就好了 哦 哦 这也太高了吧 我的天哪 快点啦 豆宝 你行的 不不不不不 我不行 我不行 豆宝 快跑 就要断啦 要断啦 要断啦 我过来了 豆宝 一眨眼就冲过来了 我就说你行的嘛 能够克服自己那些恐惧的人 才是真正的勇者 嗯 恭喜你们通过第二道试题 我们已经过来了 那么第三道试题是什么呢 对 这条阶梯通向山顶 你们只要到达山顶 就能得到博士的宝藏了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博士的宝藏 我来啦 娃妮 累死本少爷了 下面好像有东西 难道是宝箱 你们会是什么宝贝呢 我最怕虫子啦 得救命啊 累死了 我不玩了 布丁 别放弃啊 说不定马上就要到终点了呢 就是 这可是最后一道试题啦 你们看这座山 永远也爬不完 这一定是个恶作剧 我不爬了 你不是最喜欢寻宝吗 博士的宝藏你不想找到了 问安丁 问安丁 我们已经爬了这么久了 我们已经爬了这么久了 现在放弃的话 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刚刚有人说 我会成为冒险家去宇宙探险 结果爬座山都要说放弃 吹牛逼 我我我我我 我不定的字典里 可没有放弃这个词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嘛 你们看有光亮 你们看有光亮 真的 距离山顶一定不远了 我们就快要完成最后一道试题啦 宝藏宝藏 原来从这里看学校 竟然这么漂亮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 太壮观了 万丁 恭喜你们完成了最后一道试题 现在有什么感想呢 刚才我要是放弃了 就看不到这么美丽的埃尔学校了 成功与失败 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只有坚持不懈的人 才能到达胜变的终点 恭喜你们通过了全部试题 现在你们有资格打开这个盒子了 既然是博士留给你的 就应该由你亲自打开 就是 快去吧 这 这里面是空的 盒子里不是爷爷留下来的宝藏吗 可是为什么是空的呢 宝藏 你们不是已经拿到了吗 博士 博士 爷爷 博士 莫莉 爷爷留给你的宝藏 就是这三道试题 啊 原来这就是宝藏啊 我还以为会是 真正的宝藏不是金银财宝 而是人的创造力 当一个人拥有了丰富的知识 迎难而上的勇气 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就能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尔尔学校建校的初衷 就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希望这里的每一名学生 都能够拥有这三种优秀的品质 莫莉 你能帮助爷爷完成这个心愿吗 一定 我一定会帮您完成这个心愿的 还有我 爹 本少爷竟然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垃圾身上 我再也不相信什么寻宝了 夜间的地下 我们要醒醒 预备 预备 亮眼 黑 亮眼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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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